大家好,我是麦子圈的讲师,我叫马其林 今天的话,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二讲的内容 就是讲蓝牙的心道分析与脱口分析 那么我们第一讲的话就是讲那个 它的一个评点,就是我们做工艺设备这种 公开的一些评段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心道分布 那么我们现在第一个就是以A4E的话 802.15.4这个协议中的一些评点的分布来讲解一下 那么在这个协议中,它896MHz这个心道的分布 主要是只有一个心道,那么评点的话就是在868.3MHz这里 那么在915MHz这个心道呢,那么总共有10个心道 那么它是从902到928之间分布10个心道 那么在2.4G这个总共有16个心道 它的中心平均之间的距离就是5MHz 那么从2.4G到2.4835G 所以我们这里就讲到蓝牙的 那么蓝牙它分成几个版本 我们这里讲3.0它的一个心道分布的吧 它主要是有79个心道 那么每个心道带宽是1MHz 那么它的是从2.4G到2.48G左右 然后第五个就是蓝牙4.0的一个心道分布 它也是一样的心道范围 只是说它的带宽比它大了两倍 所以它数据量就可以大一点 它的速率就比较快一点 然后它但是它的心道数量 那么就减为40个 那么在其中这40个之中 有三个是作为广播心道的 然后有37个是作为数据心道 所以蓝牙的心道 它就分为广播心道和数据心道 那么广播心道是什么呢 广播心道就是说 它在每一个就是配对之前 它要通过广播心道来发送一些信息 就是用于对那种未连接设备之间 发送广播数据 然后可以提供一个连接的建立 然后发现远程的设备 并且可以在发送广播数据时 可以根据周围的情况 干扰情况可以减少一些广播的心道数 那么所有的设备都必须要共同分享这三个广播心道 进行广播数据 这样就是说在配对之前 它必须要通过广播来提供给那个主设备 说我这个设备是可以连的 你可以发送连接请求 然后这边两边进行应答 然后配对成功以后就可以进行数据的发送 那么数据发送就是通过这数据心道 总共有37个 这里的广播心道就是0号心道和12号心道 以及39号心道 那么从0到39这个心道之间 剩下的就是总共的37个数据 就是数据心道 它数据心道的作用的话 主要是用于跳屏发送数据 然后用于登记数据 以及应答 以及链路的结束这些作用 对于来讲4.0的设备在工作的时候 必须要使用同一个物理心道 因为你如果平点的心道不同的话 它根本就无法通讯 一个识别不到一个人的信号 所以两个之间配对成功 以后就会再统一心道 不管你是切换在哪个心道上面 它必须是一样的心道 这个的话来讲就跳屏 用的跳屏技术就是有这个特点 就是说它要跳到下一个心道的时候 它那个总设备会赶着发送一个跳到哪一个心道的一个随机的那个指令去跳 就是它会发一个随机码 然后就尾随机码 就是说去跳到一个下一个指令的心道 这两个是同步跳的 这种它才能进行实施的通讯 那么它蓝牙的结构的话 主要有两种 一种就是心形结构 然后一种就是那个 这个是那个广播那种结构 然后另外这个是心形结构 然后心形结构的话 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以及角色 就是必须有个中央处理器 然后有几个重机 当然也可以只有一个 那么主机的话 这就是扫描广告启动连接 然后在单一或者多链路层连接时作为主机 支持同时可以三个连接 同时啊 我就说不能 不能说最大的连接数 它最大4.0的话 现在最大一边是一对一对7的连接 那么外围设备主要是 叫我们就叫它重机 然后就是广告的发送者 是可连接的设备 那么在单一电路的话 它就是作为重机嘛 就是说建立连接之前 首先是重设备广告一个 然后它就给 那个主设备会收到它一个广告 就证明这个设备是可以连接的 然后主设备就发送一些 就发送可连接的一个请求 发送完请求以后呢 它就会进行一些配对的机制 然后配对以后 它就可以进行相互通讯了 在这个建立广播和连接的过程中 它使用的信道就是广播信道 就是刚才我们之前讲的 0号12号39号信道 那么建立完以后 它数据的发送就是 剩下的37号信道 这样切换 它使用跳屏技术嘛 它随时都在切换到 另外的信道 那么广播结构 就是有一个广播者 然后这有个观察者 这个广播者的话 就是不可连接的设备 然后扫描者也就是观察者 它就是不能够启动连接的 这个肯定我们都 大家应该知道 广播者 那就是我肯定是 发出一个广播声音 你听不听到 那你处不处理 那就不管我的事 反正你收到了 你爱干嘛干嘛 是吧 那么我这里的广播就是 广播设备 发送一些广播信息 你真的收到了 至于你要显示什么 或者你要处理什么 我不管你 反正我已经传达给你了 你就是说 你爱干嘛干嘛 然后 我们这里的话 可以一般是可以应用一些 比如一些 就是说 在商场或者 或者那种超市 或者一些 厂家或者什么地方 比如 检测到有那个 折手机 或者什么蓝牙 在我的工作范围以内 然后我实时的 在发送广播数据 那边收到以后 它就可以呈现一些 商家信息 以及一些广告信息 当然你那个 客户在那边 手机必须要装住在那个软件 装一些特定的一些APP 那么新型结构 它主要就是应用一些 就是控制类的方面 它肯定要配对 一对一的控制 或者一对几的控制 那么它的工作过程 就是刚才我今天 大概的讲了一下 就是说新型结构的建立过程 它主要是外围设备 你看这里的外围设备 先发送一个请求给主机 那么主机收到以后 它就会给一个 发送一个搜索请求 然后给外围设备 那么外围设备 返回扫描响应 给中央处理器 那么中央处理器 就可以发动 一个建立连接的一个请求 那么呢 然后再进行配对 配对完以后 就可以进行绑定操作 绑定完以后 那么之间就可以 剩下的37个信道 进行相互通讯了 那么在这个建立的过程中 它都是用那个 0 12 39 这三个信道 进行广播的一些 就是建立连接啊 什么发送广告啊 这种这种关系的建立过程 剩下的这里通讯 什么就是 剩下的37个之间 利用跳频技术 然后切换信道 但是 两个配对的之间 它跳换 跳的那个信道 物理信道必须是一致的 那广播过程呢 它主要是广播者 发送一个广播信号 然后接收者 我就接收你 然后 我就接收到你以后 我可以处理事情 也可以不处理事情 这个看的话 就是看你 怎么去接收这个 怎么去显示这个 关乎的一个 就是 呃 客户的那个APP的开发 所以你也可 比如你这里发布什么信息 你提取到信息以后 你要去怎么操作 或者怎么去处理 或者怎么去做 这个都 看你的需求 那么今天的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 然后 下次我们就讲一下 蓝牙4.0的协议 以及一些 简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